下午3點多 校園周邊竄出一名男子 變裝變成青蛙男 綠色的青蛙裝 整個包頭不露臉 在校園周邊閒晃 心機可疑 走過來… 另外一個監視器鏡頭拍下 學童被家長騎著機車載過去 青蛙男停下腳步 站在馬路中間 對學童狂揮手打招呼 整個行徑讓家長覺得怪怪的 起裝一服在街上 是不是遇到怪叔叔 突然出現這種奇怪的那種裝扮 也是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有點怪怪的 那如果說拿了一些糖果 還是玩具去吸引小朋友 然後帶到別的地方去 校園周邊拉起安全警報 家長擔憂小孩有危險 立刻通報校方和警方 警方巡線找到這一名青蛙男 沒想到居然是虛禁一場 他從事類似表演藝術的一個家長 那他只是在試裝的一個部分 原來青蛙男是一名街頭藝人 晚上要表演提前試裝 剛好又有朋友送飲料來 沒換下青蛙裝就出門 沒想到搞烏龍釀出誤會 還好最後誤會有解開 但也讓青蛙男尷尬笑著說 原本想給小朋友驚喜 沒想到變成驚嚇 對其他家長很害羞 這是蔡東極黃旭雲 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